7月2日凌晨 趁着夜色 秘密抵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这是俄乌战争以来 它作为乌克兰重要邻国的首脑 第一次访问乌克兰 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特别是在欧洲的主要智库 国际问题观察员们中间 产生了巨大的连锁反应 人们惊呼 欧洲真的要变天了 欧洲最亲额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在几乎所有欧洲援助乌克兰的项目上 都要跳出来反对阻挠 这次欧尔班突然掉头 主动去见泽列斯基 这意味着什么 这有几天前 另一个普京的好朋友 塞尔维亚总统吴七七公然公开承认他所领导的塞尔维亚 通过第三方 已经向乌克兰出口了8亿美元的武器战药 这一惊天的内幕 有什么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吗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我们都知道 匈牙利和波兰是与乌克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线国家 也就是说 对于俄乌战争来说 他们是站在最前线 也是最了解战况的国家 法新社 匈牙利通讯社 英国金融报等许多国际重要媒体 都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这一惊天的新闻 这个消息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大家猜测老狐狸欧尔班似乎预测到了什么 他好像要在奔向毁灭的最后时刻跳下普京的战车 因为在他之前 比他更灵活的伍奇奇 已经给他做出了榜样 关于俄乌战争 欧尔班一直表示 匈牙利现在不会 将来不会 永远不会 为北约在乌克兰的支援行动出钱 出力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全世界支援乌克兰的战争物资 都不能通过匈牙利的领土领空运往乌克兰 然而 他现在要亲自去拜访泽列斯基 不管怎么样 这一举动 必然会让俄罗斯老大哥更加愤怒 因为前面已经有了塞尔维亚大克斯乌西奇 使乌克兰用到了塞尔维亚的军火 已经使莫斯科非常生气了 这次会更生气 更绝望 生气管什么用啊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对吧 你本来就是发起的这种侵略战争 而且现在在战场上你的形势非常不利 对吧 那倒戈的人 跟俄罗斯不再友好的人 甚至公开谴责俄罗斯的 支持乌克兰的 那全世界都是大多数了 对吧 你匈牙利 是吧 过去曾经匈牙利是个大国 对吧 但是 你已经在两次世界大战 匈牙利都失败了 所以匈牙利也得认命 虽然乌克兰有一部分领土 曾经是匈牙利的 对吧 你想利用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你想再把这些领土抢回来吗 根本也不可能啊 对吧 所以你该认命就认命 该认账就认账 该认灾你就认灾 奥兰合约 就认总督后 对合约承认埃米尔国及其势力范围 极其不满 将德米歇尔撤职 由特雷泽尔取代 1835年6月 特雷泽尔调起武装冲突 合约被法国撕毁 奥兰群岛会议 奥兰群岛会议 北方大战后期一次没有结果的合会 奥兰群岛不设防公约 奥兰群岛不设防和中立化公约 1921年10月20日 英国 芬兰 德国 丹麦 法国 意大利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波兰 瑞典在日内瓦签订 那一战后 俄国十月革命后 芬兰恢复独立 奥兰群岛化入了芬兰版图 大多数居民为瑞典人 芬兰瑞典之间发生了领土争执 根据英国提议 1920年国联理事会开会 讨论邀请两国代表列席 并组织法律委员会进行研究 21年 理事会决定奥兰群岛的主权属于芬兰 芬兰不得在奥兰群岛设防和构筑炮台 在高岛 在该岛的低潮 就是潮水啊 低的时候啊 低潮 标准三海里内 不得保持任何战备或军事基地 平时一切战舰 各国战舰啊 有经过该岛领海的自由 战时则该群岛 及其水面应视为中立化 但是芬兰有权在区内 是吧 辐射水雷 奥兰群岛也叫阿赫维南马群岛 位于瑞典和芬兰之间 俄波罗的海波德尼亚湾的入口处 由6500多个群岛 真多呀 6500多个群岛和椒岩组成 居住在70个岛屿上的 2.5万居民是操瑞典语的 瑞典人 根据1809年 瑞典俄国的菲特利 哈斯合约 也叫哈米纳合约 瑞典将其与芬兰一起割让给俄国 成为一个正区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 被英法于1854年占领 根据1856年 奥兰群岛不设防公约规定 该群岛中立化 1918年芬兰人民革命期间 支持白军的德国军队登上该群岛 岛上居民开展了 瑞赴瑞典运动 瑞典派兵进驻 分瑞两国为此发生争执 1921年 经国联调处后 该群岛为中立化非军事区 领土主权 仍归芬兰 岛民实行自治 奥兰治河的主权国 Orange River 英国歼禁纳塔尔后 仍不断有奥兰治河对岸的布尔人 发生冲突 布尔人主要是荷兰人 还有一部分德国人法国人 1847年 开普新总督 哈里史密斯 对格里夸人和巴苏陀人 实行联盟 这是两个非洲人部落 布隆方丹为首都 奥雷哈访苏 79年 西班牙外交大臣奥雷哈访问苏联 同格罗米克科西金举行会谈 苏联不愿意西班牙加入北约 认为会加剧地中海和欧洲的紧张 只要西班牙不加入北约和欧共体 苏联保证向西班牙提供它所需要的全部石油 并购买美国和西欧限制进口的西班牙的传统产品 奥雷哈对记者说西班牙属于西方 加入北约和欧共体是西班牙的主权问题 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决定了西班牙的对外政策 对呀 他是在西欧这边 在伊比利亚半岛 他跟苏联没法太亲近 这没办法 意识形态 政治制度 还有地缘 奥里奥尔凡尚法国总统 这个人我头一次听说 是吧 47年到53年 法国总统任76年制 生于法国勒维尔市 法学博士文学学士 当过律师 众议员 49年 他把越南纳入了法兰西联邦了 曾经被纳粹囚禁过 奥里诺科轮船事件 奥利瓦合约 1660年以瑞典为一方 以波兰奥地利和波兰登堡为一方 波兰登堡就跟普鲁士有一定的重叠关系 波兰国王约翰二世 卡吉米尔瓦萨 放弃了对瑞典王位的要求 波兰将利涡尼亚 也就是立陶宛 较大一部分 连同里加 瑞嘎 里加是拉托维亚首都 现在的 让与了瑞典 同盟国占领的瑞典属地 波美拉尼亚 归还瑞典 波美拉尼亚 现在一部分归波兰 一部分归德国 奥伦治的约翰一世 沉默者 荷兰反对 西班牙统治的领导人 尼德兰联合省的世袭执政 生于德意志拿骚 拿骚是个小城 在德意志西部的狄伦堡 曾被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查理武士兼 西班牙国王 查理一世赏识 奥普同盟条约 奥地利普鲁是针对俄国的攻守同盟条约 1854年在柏林签订 奥奇尔巴特访华 蒙古人民大呼拉尔 就是人大国会 彭奥奇尔巴特访华 彭萨德马奥奇尔巴特 蒙古总统生于扎普汉省 图德不太现 这都在苏联啊 那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苏联 矿业学院 奥萨玛本拉登 沙特人 实际上他原来是野门人 贾拉拉巴德战斗等军事行动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 奥斯杰尔曼 他是德意志人 叫亨利 也叫亨利约翰弗里德里西 德意志籍 出生于威斯特法利亚 威斯特法利亚是德国西部 威斯特法伦 他17岁来到德国的 威斯特法利亚 奥斯曼帝国进攻维也纳 1529年 土耳其进攻维也纳 以失败告终 1683年 土耳其又借口 奥地利拒绝割让 拉布要塞再次出兵 7月14日 宰相卡拉·穆斯塔法帕下 率军底维也纳城下 围城61天 攻击18次 波兰国王杨索比斯基 率援军及时赶到 从背后突袭土军 破使土军 气尸2万具和大量的武器 自重向贝尔格莱德 逃窜 厉害啊 杀死他2万 土耳其在维也纳 溃败后 1684年 奥地利 波兰 威尼斯 马尔他 结成了反土耳其 神圣同盟 1686年 俄国也加入了该同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